立法院会10号下午进行NCC人士同意全案投票 同意陈耀祥 温伯宗出任NCC政府主委 预计在8月交接 不过市场预期新委员没有蜜月期 马上面临四大挑战 包括中国OTT争议 有些电视台调储爆量 中天新闻台换照于5G时代电信业的经营 多个棘手问题考验NCC的智慧 随着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中断了与中国的航班 但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与统战却未曾停止 根据路透取得的相关政府报告 中共正透过网络视讯 直播 火气臭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 继续对台湾民众进行统战工作 而这也让台湾政府更难加以追踪 增加国安风险 台湾与索马列兰将互设代表处 白宫国安会9号在推特发文表示 很高兴看到台湾在这个有大量需求的时刻 与东非的交往更进一步 台湾在健康 教育 技术协助 和很多地方都是很棒的伙伴 台铁一列自强后 今天晚间从彰化站内南边拖上线吊车时出轨 这起出轨事故造成上下航各次列车都有延误情形 台铁抢修中 还好列车尚未再客 所以无旅客伤亡 瘦组车站包含彰化和花坛 预计回复时间为晚上11点59分 新唐人海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